华语大世界来关心 两岸紧张关系 急剧升温 美国白宫跟国务院都在高度关注 而美方也敦促北京要克制 不要拼命改变现状 并且跟台湾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减少误判的风险 针对两岸惊吓海域争端 美国国务院高度关注 发言人米勒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影响全球的安全与繁荣 是美方和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 米勒呼吁北京克制 也敦促中方与台湾进行对话 中国一艘无船级快艇 14号闯入我国金门禁止海域 遭我方海巡署追气时翻覆 造成两人死亡 国台办17号博认惊吓海域 有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 隔天中国海警随即登检一艘金门观光船 使得两岸关系几句升温 被问到台湾呼吁中方保持理性 中方有何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么说 首先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也被问到 中国海警的行动是否恰当 虽然没有具体评论 但苏利文重申 美国希望台海维持和平稳定 反对任何一方采取破坏和平稳定的行动 美方将持续高分贝 明确传达同样的讯息 成为人编译